暗恋也应该算是一种爱情 只是它是未开花的过时罢了 无论是青年、少年、中年还是老年 都会出现暗恋地现象 而且即使是一些大明星 在他们中间也是有许多人 曾经在默默暗恋着某人 例如张韶涵 出道后的张韶涵一直在经历大起大落 还好她有实力 同时够坚强 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演唱事业 让人可惜的是 在感情上女神多年来也是没有着陆 其实喜欢她的人有很多 例如潘伟国等人都和她传过绯闻 郭建华早年也曾经在节目中 大胆公开最终于的就是张韶涵 或许是年轻的时候 张韶涵心有所处吧 她曾经自谱过自己和彭于燕的关系很好 因为两人是初中和高中同学 这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而彭于燕那会因喜欢跟她一起玩 还会跑到他们家去蹭饭吃 奈何彭于燕当年在学校很说女孩子的欢迎 虽然最后张韶涵也鼓起勇气 暗示自己对她友情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不够明显 彭于燕一直没有给她答复 段奕红和小桃红市中系94级同班同学 开学时身为新疆人的段奕红因为有口音 而且当年自己也比较脱气 所以不招同学们的待见 不过小桃红那会是班长 一点都没有嫌弃她 反而没有人跟她搭系 小桃红就跟她搭 知道她没有吃过芒果 所以就特地买给她吃 大学四年段奕红都没有回过家 小桃红知道后就在大碗的时候 把她拉到自己家里吃了一个年夜饭 所以对段奕红来说 上学的时候小桃红就是她的天使 直到如今小桃红都是她高高仰望的女神 每次谈起她段奕红都很感动 也多次次扑自己暗恋过她 但是这种暗恋持续到桃红大学毕业就无疾而终了 因为那会她拍戏认识了学生 后来两人就不如了婚姻的殿堂 其实小斌个人觉得她不是没有机会表白 而是当年的女神对她来说实在是遥不可及 爽妹子这么美好的女孩 自然是有许多男生喜欢的 当然除了她的正牌男友之外 有一个男生喜欢了她很多年 那就是张云龙 早年他们阴系相识 不过那会郑爽和张翰正如交四起 后来单身后张云龙就开始穷追猛打 不过郑爽貌似对她并不来电就拒绝她了 但即使之后她又经过了胡电拼 张云龙仍然是不改初心 一直默默的喜欢着她 金庸曾经说过 心中最得意的就是刘德华和陈玉莲版的神雕侠侣 这个版本或许年轻观众没有看过 但是在早年也是红极一时 而剧中出演小龙女的陈玉莲 更是成为有无数影迷心目中的女神 那会刘德华就非常的迷恋陈玉莲 而且拍戏的时候 她真的会觉得她是自己的女朋友 刘德华每天收工回家 就会开始想着她 挂念她 许多年后刘德华也表示自己曾经爱恋过她 而且那会如果不是她 已经成为了周润发的女朋友 自己一定会去大胆的追求她 林俊杰曾经多年恨恋田富珍的事情 想必许多网友也都知道了 对于田富珍的演唱会 她只要有空一定会去支持 早年帮SHE写歌 没有想跟其他两位团员搞好关系的意思 而且说起她欣赏谁的时候 十几年林俊杰的回答就只有田富珍 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有机会呢 黄晓明早年的暗嫩对象是赵薇 她曾经公开说过 如果我要能跟她好 我要娶她做老婆 一辈子对她好 而且据说早年黄晓明 也曾经告白过三次 奈何都被拒绝了 不过赵薇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好漂亮 难怪黄晓明多年以后 也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数次在荧幕上公开表示欣赏 如今和润东和孙力 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而且都十分幸福 而在早年的时候和润东对孙力 可是一度达到了非常痴迷的程度 他们俩合作过两部剧 长时间一起拍戏相处 暗生情愫也很正常 不过那都已经是过去了 那音刚出道的时候 跟小鲜肉 蔡国庆合作了一次 就开始暗恋她了 经常会对她嘘寒温暖 甚至送一些巧克力等零食